汽水滔滔不絕搜救人員坐在救生艇 后方已经被水淹进去 水势又急又猛 几乎被推着走 空白机和直升机也在空中沿着老农溪 继续寻找高雄桃园区代表谢一针 把握黄金七十二小时救援时间 搜救人员用树枝当拐杖走在河床上 最深到大腿处 每一步都掀起烂花 谢一针落水第四天 海市下落不迷 消防局十四号早上七点出动八十人 分水路空三路搜救 出动救生艇直升机也加入海陆 和国军弟兄二十七人 搜救范围从落水点到宝来六龟大桥 更扩大到高坪交界的黎岭大桥 长度约七十一公里 不放弃任何希望 直13号午后暴雨来袭 一场土石流 不只盖住谢一针落水处 也把便道冲垮了 怪手在逃 主人替工程人员好担心 原本大型机具先撤退 但与世猛烈 土石泥流把前进指挥手的帐篷冲掉 也把一台怪手掩埋 原本抢通三百公尺的断桥变道 又被冲坏 等于前功尽弃 空拍画面派下原本帐篷玩好的模样 没想到下午就被土石冲走 幸好七十多人及时撤离 没人受困 但山区天气不稳 公路总局决定抢修 暂缓两天 等天气晴朗再重启 丽萍在二十号之前 能够顺利抢通变道 TVBS新闻阿周 宋家娟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